大家好 我现在是成都 前面这块是成都的天府新区 今天我给大家看一个 就是腾讯在成都的总部大厦 非常的高 给大家看一下 就在我面前 腾讯大家都知道吧 都不陌生 游戏跟这个社交这块 是相当的领先的 这个是它的总部大厦 腾讯的这一块附近的金融中心也是非常的多 还有阿里巴巴也是在附近的 腾讯这里是有两栋楼的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地栋 地栋是在前面 过了马路就是 这是它其中的一栋 给大家看一下周围情况 这都是各种的大厦 大家都知道那个王者荣耀吧 应该是都在玩这个游戏的吧 好像就听说就是从成都的这个总部开发出来的 天美工作室好像也是在这里面 不知道是哪一栋楼 这里是有两栋楼的 前面还有一个B栋 看一下成都 这块单车是非常的多 都是一堆一堆的 好 可能这一块是软件源吧 上边的人也比较多 腾讯咱们都知道 是那个总部在那个深圳 但是它全国有许多的这个 就像这个分公司 这是西南地区的 运营总部 是设在成都的 像我以前也玩那个王者荣耀 哇 多着迷啊 不过现在几乎上不玩了 感觉没什么意思 很浪费时间的玩那个游戏 而且打一局心态都要炸了 心情特不好 现在不玩了感觉挺好的 这个是腾讯成都大厦的A座 对 它那个离这里不远 还有一个B栋 B栋就是过去马路 不到五分钟就到了吧 这是那个腾讯A座大厦的 前面的绿化 是相当的好 难怪这里能开发出来王者荣耀 成都真的是一个休闲的地方 它这个大厦设计的也是非常的好看的 通讯标志是在最上面那个位置 好 社交游戏 大家喜欢哪一个 可能微信咱们现在都在用 但是游戏这块 不一定有的人全部在玩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结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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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